大家好 今天講的就是新鮮滾熱辣 都不太新鮮的了 是這個陳茂波波 在原來邊幫林鄭踢球那個 陳茂波波 崖上的波爾 最近公佈的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覺得這個財政預算案 這個財字應該改一改 變成財訪的財 為什麼變成財政的財呢? 我讚他 他呢 是計的 計得好足 什麼叫計得好足呢? 我想說你計算 他撒那些雞粉下去的時候 你看到有些什麼人是受惠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 書寶津貼 幼稚圓券 而且你那些不是直接落袋的 是家長有多少錢的 即是說這堆錢是給家長的 然後 他那個退稅呢? 你計算三四萬人工那些就最開心了 多又不行,少又不行 那哪些人最開心呢? 是那些警察 然後 然後 中門戶出商糧 公屋免租一個月 哪些人最開心呢? 電費津貼 每戶兩千元 哪些人最開心呢? 新移民 新移民 政府是會豁免一些收費的 哪些人最開心呢? 親建制那班 所以 用六個字可以總結了 就是 維威衛大樂園 其實他派四千元的時候也是的 即是我可以說很準確 林鄭和波波是不愧為共產高幹地下黨員 最中堅的分子 所有的政策都是為政治而服務的 他們派的這筆錢全部都是最支持政府的人的 可以嗎? 去年那四千元他都想不派 要審這審路 所以波波說得沒錯 他說呢 這次財政預算案 完全是跟修例風波沒有關係 當然啦 因為他一個這樣的方案 他並不是去平息民粉 我想說 這個根本就是挑起民粉的方案 而且是完全沒有幫助 對於平息民粉 你想想 那班人一向拿錢的 而且一向支持政府 我都支持了 那撐開的就是繼續撐的 不會無緣無故不撐的 你撐粉下去是沒用的 問題就是 不撐你那批人會更生氣的 嘩 利益申報 如果不是又被人罵 我呢 是有退稅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政府最卑鄙無恥下流 賤格的一個地方 就是呢 完全不是政治中立 有沒有問題啊 以法治之區來說呢 即是你不中立 即是unfair unfair 即是不公 社會就是因為不公 所以呢 才這麼多人上街 然後你還不斷激化這種不公 即是 其實呢 已經是稱為shing on you 為甚麼呢 即是整個社會呢 很多時候 一個財政預算案呢 是要做一個適度的財產的重新分配的 令到那個堅尼係數呢 是低了一點點 而陳茂波這條懵柄 他做的財政預算案呢 最厲害的一個地方就是 派完錢之後呢 那個堅尼係數是高了的 當然啦 國家是很想爭取到這個和理非的支持的 問題就是 他這個方案 對於中堅的和理非來說 沒有甚麼吸引力 即是我好簡單問你一句 如果你中過催淚彈 你覺得他退回給你那筆錢 夠不夠你心理上和物理上的損失呢 又好坦白啦 好多和理非都是好懂計算那班來的 我先同你計算這筆短期的數 好了 然後我再講長期那條數 長期那條數就是 你那個政策一日都不改的時候呢 制度一日都不改 和這麼偏側的時候呢 還要放這麼多錢去做一些 我們不是香港人可以獲得利益的基建上面 每一個人都知道十年之後 會是甚麼世界啦 其實從2012年開始 去到2017年 那個傾側的情況已經是很嚴重的了 而自從這個 777職位以來 你更加看到這個共產高幹 是有共產高幹來的 WOW 的那種心狠手辣 的那種無法無天 當然啦 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很多人都雞飛狗走的了 現在 大佬還留在這裡跟你瘋了 那個 那段視頻有套劇那裏 就是阿魯Sir在這裡說 那些人痴痴地線會不會斬我們 嘩! 嘩!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很多人是想著移民的 就如同我之前說 你選一個甚麼人做特首 但是之後呢 我會開一集說一下 有關林鄭的一些東西 至於這個人呢 這個腦袋甚麼構造 實在是很難去觸摸 又或者你可以觸摸的 不過要戴手套 應該是一些刺激性的 Dirty Stuff 應該是一個老裝屎的 那大家看看這幅圖 你看到這個人渣中的人渣 就是消防員那個殉職的時候 那些遺傷 在這裡拿這個表揚狀 嘩!你看看 那個狗頭笑得多開心 梁振英呀 都懂得收起笑容不笑 那你見到右邊 那個小孩很明顯 不太知道甚麼事 最哀傷那個 又不知道拿好還是不拿好 就是那個 見不見到呀 那個老婆 就是我不拿 就好像對不起老公那樣 但是我拿 我見到旁邊那人渣笑到這樣 就是我是甚麼心情呢 你說如果給我 我呢 我真的會蓋他兩巴 這個肺 當我老公的命是甚麼 幫你做騷子 就是我會是這樣想 所以總結一句 現在又是西遊記那些 妖魔鬼怪 佔據了整個朝廷 搞到民間民不聊生 太恐怖了 好!今天講到這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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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